最后一章 我们讲一下现场环境 不管是在第一部分 没有使用框架开发那个BOX系统 还是说后两部分使用Xpress和KAR2来开发 我们都没有讲现场环境 对吧 都是开发环境下怎么运行 现场环境主要的几个地方呢 第一个是服务器稳定性 这是我们从一开始就说的 这个服务要稳定 因为服务端嘛 你接受了很多很多客户端的调用 不能说因为有一个人 出了什么闷闷羞的问题 就导致这个系统挂了 就不能用了 第二个是充分利用服务器的应用资源 以便提高性能 我们的现在的服务器 应用资源都还算可以 比如说内存可能到16G 32G CPU呢可能有8核的 甚至说大于8核的等于这些 就我们要把这资源 充分的利用起来 我们怎么能充分的利用起来 你像我们本地开发 用一个Nordom去运行 我们本地的这个应用资源 是用不起来的 当然在我们本地环境 也没有必要充分利用起来 因为本地环境 就我们自己一个人访问 那也不会带来多大的一个 内存和CPU的消耗 对吧 所以说这个无所谓 但是到了线上就不一样了 线上给你的服务器 你要用不起来 对吧 一台服务器那么多资源 你只用了一点点 然后一点点 发现这一点点不够用 然后又没法扩展 然后再去扩展服务器 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再往现在就是线上日之记录 就是我们说过 一个服务器稳定性的问题 服务器稳定性 不是说我们一定要保证 它程序不出错 这个是谁都不能保证的 我们说的服务器稳定性是说 出了错之后 尽量的不影响 程序的正常使用 那出了错之后怎么办呢 或者说有些事情 有一些我们需要 记录的事情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它放在 这个线上日之中 我们可以通过线上日之 来排查一些 凑误信息 以及一些 我们需要日常记录的 一些信息 当然线上日之 包括自定日之 凑误日之 还有那个 Access Log 访问日之 对吧 访问日之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访问日之 就是通过Express和QR 那个Morgan那个工具 来去生成线上的访日之 我们都已经说过了 那我们这儿呢 最主要的是说 那个自定日之 和错误日之 那上面的三个呢 其实我们都可以 通过PM2来解决 也就是说我们这张内容呢 基本上99% 都是在讲PM2 怎么去实现这个功能 因为这些功能呢 如果我们再自己 去实现的话 那将会发挥 很大的力气 那PM2社区中 有这么好的一个工具 能够让我们去使用 所以说我们学会 这个工具的使用 是最重要的 当然我们还要 学会设计一些原理 这一章我们会去讲 比如说多进程 为什么要使用多进程 来去做 这个后面再去说 然后PM2呢 我们主要讲 第一个机能守护 就是系统崩溃 自动重启 这个就对应到 我们上一页PUT的 那个后端服务 稳定性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的服务 可以允许有一些bug 有一些异常 然后导致系统崩溃 这都是可以允许的 因为谁的程序 都不能保证说 一个bug都不出对吧 但是系统崩溃之后 怎么办 PM2就支持 系统崩溃之后 自动重启 也就是说 我们上常说的 这个进程守护 这样的话 就能保证服务端的稳定性 然后是启动多进程 充分利用CPU和内存 我们刚才说过 上一页PUT第二条 就是充分利用 服务器硬件资源 对吧 所谓的硬件资源 就是CPU和内存 基本上是这么认为的 然后我们要 PM2支持 是启动多进程 来去分摊 你们的CPU和内存 以及分摊 我们服务的 一个计算和流量的 一个消耗 最终的目的 就是我们通过多进程 可以提高我们 单态服务器 对外的一个 方便性能 然后是自带的 日记记录功能 上一页PUT 最后也说了 我们要有 线上日记的功能 对吧 这个PM2就有 自带的日记功能 那我们回顾一下 之前我们在讲 Express和QR2的时候 我们说过 自带日记和错误日记 我们都通过 Concler.log和Concler.error 直接去用 正常情况下 Concler.log和Concler.error 是打印在控制台上的 对吧 那我们怎么让它 写入文件中呢 那我们就会 在这个地方去讲 通过PM2 再把它写入到文件中 这种写入方式 简单又方便 OK 我们看一下 本章的一个目录 第一个呢 就PM2的介绍 先看一下PM2 是个什么东西 然后PM2的进程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是PM2的配置 和日记记录 看一下它 哪些日程的配置 以及它是怎么把 这个控制台中的一些 打印的日记记录 在文件中的 再往下呢 去看一下PM2的多进程 这主要看一下 多进程怎么去使用 以及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为什么 要使用多进程 多进程到底是 怎么能提高CPU 和内存的一个使用率 最后呢 我们讲一下 关于服务区运微的 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不是本科的重点 但是我们也要 稍微带一下 好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PM2 PM2呢 这会介绍 第一个下载安装 第二个呢 是基本使用 第三个呢 是常用命令 PM2它是一个线上环境下 用于启动Logjs的一个 精神守护的一个工具 就是我们现在的环境下 我们用PM2来启动 这样的话 我们的服务可以得到稳定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多进程 来去分担服务器的压力和资源 以及我们可以通过它来实现 这个控制台日志 来写入文件的这种操作 这是PM2的一个基本功能 然后下面我们来介绍 它怎么去使用 下载安装呢 我们直接通过NPM install PM2-J -J就是全局安装 通过这个来安装就行了 安装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PM2-Washen 来去看一下版本 我可以看一下我现在的版本 我已经安装过了 我就不再重新安装了 版本3.2.3 这是我现在的版本 大家重新安装呢 可能版本会给我的有所差异 这个没关系 继续往下学就行 好 我们现在看一下基本的使用 基本的使用 我们在QooDemo这个文件下面呢 我们建了一个叫做 PMRTest的一个目录 我们进这个PMRTest的目录下 然后这个目录下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建了这么几个文件 其实就是一个GS文件 就是这个index.js 这个文件内容呢 就是特别简单的 一个处理 这个内容 这个我们就不再追溯了 这个就讲过好几十遍了 然后这里面呢 我们安装了什么插件呢 我们安装了一个cros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和这个nodal mode 这个也是之前就讲过的 加了一个dev的一个script 然后cross environment environment等于dev 这是环境参数 对吧 然后nodal mode去运行 app.js app.js就是我们的数字化的 那个入口文件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我们要改一下 不能叫index 应该叫app.js 然后这样的话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我们其实进行npm run dev 就可以把这个程序给启动起来 对吧 这是我们本地环境下 去启动一个nod的程序的一个方式 大家看有个特点 就是启动完之后 这控制台基本上 你就没法用了 对吧 它是前台启动 就是这个控制台 已经被这个npm run dev nodal moon 这个命令来占用了 我们没法去做其他的操作 但是我们先访问一下 看看行不行 发现八千段口 确实返回了一个 jt的格式的一个数据 这个没有问题 因为我们本节讲的 也不是说 返回的是什么东西 反正启动起来就行 然后我们看一下 怎么去通过pm2来启动 之前我们说过 这个dev是开发环境下 那我们现在就弄一个 线上环境下 production production呢 我们肯定是要 加一个环境参数的 环境参数一般会加成 等于production 一般会加成这样 然后后面用pm2 startapp.js pm2就是我们要装的 个工具的命令 那start就是启动 pm2去启动一个文件 app.js就是这个 代码的一个出入化文件 当然如果你这个地方 要经用到这个 express或call的时候呢 你可能这个地方 要写成一个bin3w bin3w是这个express也好 还有说这个call2也好的 这个入口文件 对吧 但是我们这儿呢 就是app.js 我们这儿就app.js OK 我们保存 我们把刚才的这个 npm rundev关掉 关掉之后 我们执行这个npm run production OK 大家看 我们执行完这个之后呢 它首先第一个特点 就是程序已经起来了 为什么起来了 我们可以访问看一下 程序确实已经起来了 因为我们访问是有结果的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现在的控制台可以用了 就是控制台已经交还给我们 然后它这儿输出了一个表 这个表中这个app app它默认取的是 我们启动的这个 prma start app.js的这个app这个名字 它默认取的是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后面会通过配置来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app这个名字 我们可以改ID就是当前列表中 唯一的一个标识 就这个服务 然后版本啊 什么statedonline啊 这都是它自己弄的 然后大家看 上面有一个update time 这个一下不用管车 CPU0% 然后内存memory是占了19.2兆 然后user是谁谁谁 然后watching disable watching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监听 就像nodomo一样 监听那个代码改变 我们自动重启 这个我们没有啊 我们后面会说怎么去给它配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个pmr的这个进程给它启动起来 只有一个进程啊 现在只有一个进程 我们如果是现在清空了控制台 我们可以通过pmrlist来去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个列表 ok 最本质的信息就是说 第一个 它已经启动了 第二个呢 它把控制台又交还给我们 可以我们自己用了 好 这就是pmr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介绍 接下来呢 我们会看一下pmr的一个常用的命令 因为它毕竟是控制台中一个很强烈的工具 它肯定是有一些命令的 对方的原因是 我们在这边